不久前,综艺节目《哈哈哈哈》第二季播出了 而这次导演组精心耍出了武哈套路彭玉畅的搞笑场面 当时他们玩起来拆口袋游戏 彭玉畅则表现出了非常憨的一面 瞬间把在场所有人以及观众都给逗乐了 当时有人让彭玉畅拆下在场人衣服的口袋有多少个 这老实的彭玉畅就拆只有八个 结果在不算,其他人的情况下 光露涵的一条裤子就有八个口袋 大受打击的彭玉畅当时就有点猛了 甚至还貌似怀疑起了人生 这样的画面真心狠斗 一时间,这节目也瞬间火了起来 很多人对这段视频都感到人俊不惊 再后来,陆涵一条裤子八个口袋的事情还上了热搜 广大的吃瓜小伙伴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大多数人都在调侃 不过也有少数人选择另辟蹊径 比如第七代导演刘信达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刘导直言不会的说,这样的新闻太无聊了 可有可无 不值得媒体报道,可看得出来刘信达似乎对陆涵非常不待见 此前,武哈系彭玉畅的画面非常有趣 曾有人说,有陆涵的地方就有欢乐 而陆涵也十分给力的把傻袍子的形象表现了出来 陆涵挖地可把铁锹给挖断了 穿条裤子非弄条八个口袋的那种 硬生生平实力弄猛了彭玉畅 在吃瓜小伙伴眼里 这些画面都十分有趣 不过却被刘信达用无聊二字打发了 导演刘信达认为 这些娱乐新闻好像有些无聊 同时对社会也没啥大的作用 而他也呼吁媒体不要做出报道 与此同时 刘信达还觉得媒体应该多关注下 朱小珍与方家敏 刘导表示关注朱小珍与方家敏才是雪中送炭 这样的报道才有意义 能看出来 他的想法偏向于理性多一些 事实上 陆涵与彭玉畅等人的搞笑画面 出现于综艺节目哈哈哈哈 而这综艺属于人在茶余饭后休闲时所看的节目 有利于劳累一天的人精神放松 陆涵是位演员 同时也是娱乐圈的顶流明星 他能在本职工作上做到尽职尽责又充满正能量就非常好了 每个人的工作不同 所以能起到的作用也不一样 陆涵出生于1990年 曾与张艺兴黄子涛等人去韩国学习过 现在也是位顶流男星 记得在热门IP剧《天际》里 陆涵还扮演了一位只想活下去的美少年陈长生 就在那部剧里 陆涵的古装形象也非常好看 而且他还表现不错 演技也得到了粉丝的认可 此前 有关部门对娱乐圈进行了整改 并推出了一些新规条例 其中就包括拒绝娘炮 陆涵也积极响应 并剪掉了长发 留着一头精练的短发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精神 能看得出来 陆涵对待工作也非常认真 这样的镜子态度也值得大家点赞 现在陆涵一条裤子八个口袋的新闻火了 而导演刘信达却觉得这种新闻非常无聊 不知大家怎么看呢